庆端午赛龙洲苗栗县113年龙洲锦标赛 今年规划社工、轻工以及休闲组 总共有36队多达600多位选手参赛 争夺总奖金34万元 6月1号龙洲点睛下水仪式 6月10号正式比赛 邀请民众来为选手加油打气 抵达终点奋力夺标 苗栗县113年端午节龙洲锦标赛 龙洲传情最竹男 端午节当天将在竹男镇港前里 龙洲码头热闹登场 延续传统民俗龙洲下水祈福仪式 6月1号开广点睛 我们在6月1号 特别在龙洲码头旁边的 这个长寿会的那个地方 来做这个点睛的仪式 在6月1号 差不多11点半的时候 当然端午节当天6月10号 那差不多9点半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比赛 因应龙洲舵手能力逐渐凋零 今年除了赛前办理舵手训练营之外 参赛队伍部分也做调整 将学生组合并到休闲组 另外较为激烈的社会组12队 清宫组8队 总共有36队 教竹总奖金34万元 当然今年因为这个斗手的原因 可能队伍比去年少了3队 那那个学生组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分为这个社会组跟清宫组 还有休闲组 总共36队 在当天就一天的时间 那36队就产生这个 冠雅清聚精的这个队伍产生 届时将会有600多名的选手 起聚竹南请端午 民众不妨西家带卷 来龙洲码头提防旁观赛 竹舞台谈反区 还能解馋吃美食 亲自闯关游戏等 一同感受竹南独特的滨海风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